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百年前 第一艘来到广州的安菲特利特号 是怎样如同一条大鱼穿过这张网的 它是什么样子的 它经历过什么 在珠江航道的中心 我发现了一座小岛 小岛让人觉得一个浪就能把它淹没 更让人惊讶的是 岛上还有一座西式灯塔 为什么在广州的海上会有一座西式灯塔 这座小岛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我 于是 在被首岛人拒绝登岛之后的那个傍晚 我还是偷偷地上了岸 那他是湖群汕可教兴 鲁石一样 怎么就是你啊 这里不能上来了 不好意思 我真的很感情去参观你的灯塔 我是从法国来的 你会不会法文呢 那肯定 那跟我上来一趟吧 那好 收塔人黄灿明告诉我 岛上只有他和老婆两个人居住 他已经是家族里的第三代收塔人 听说我爷爷我爸爸 这个灯塔都是法国人建的 你帮我看看 这个标记是不是法国人 整个灯塔包括围场底下都有这个 有可能出发文 有可能是建筑家的名字 或者建这个灯塔的公司的名字 有可能 我大厘上去看看灯塔 哇很高 这样 这里灯塔13米 上面有那个灯 你住在这里已经有多少年 二十一年 二十一年 哇 你习惯吗 习惯 明哥我不太明白为什么 这一个灯塔在这么小一个岛上 因为这个这边是寒道 每天的床坡有四千多艘 我们这个灯塔 因为建的都是怕这个床 坐到岸礁 有岸礁浅汤 今天委屈里 在这里过一个晚上 明天才回去 这座神秘的法式灯塔 究竟是什么时候 由谁修建的呢 三百年前的法国船来广州 还没有现代灯塔的导航 它又是如何通过如此复杂的海域的呢 优优独播副 365 为了揭开安非特利特号的神秘面纱 我来到了中山大学 拜访两位熟悉历史的教授 哲学系的梅千利教授 和我一样是法国人 长期研究中外文化交流 我给你们介绍这本书 我们在庄场上 在庄州亚中 在庄州亚中有一个地方 叫《天子的满洲》 所有的庄州都在这边 来接待这个传承各个方面 应该也算是非常非常高贵的一个接待 所以你看这边也说得很清楚 整个外国人都不曾说过这般的接待 他们的接待是最好的 这个是光是场合 而且就是梅教授讲的最高规格的 第一次来中国的安非特里特号 为什么能享受与众不同的待遇 两位专家有着不同的见解 历史系的张文青教授说 1698年的时候 只有两种外国船能进入广州 一种是前世朝贡的共船 一种是来贸易的商船 但共船的待遇 与一般商船截然不同 那个时候中国是一个体制 叫做操控体制 然后别的都是方邦俗国要来操控的 葡萄牙跟西班牙 还有荷兰的共事 他们到北京都是要行 这个三柜九颗头的大礼 按照这个法国的传统 没有这个共船的概念 因为在欧洲所有的国家 他们是独立的国家 他们都是平等 所以没有这个共船 共船呢 它就是等于代表所在国的 这个国王 它的规格比较高的 就是广东的那些地方的官员 他们都会出现 一般当时呢 就是说中国的这个官方 它就是作为一种共船呢 因为那时候这个 六一十四 是在欧洲最强大的这个君王 是最强的国家 所以当然他不愿意说 我们是中国的书国 我们承认了 这个中国比我们高 是不可能的 清初的文献 我就还没有发现 专门就是讲这一艘船的 安非特利特号 到底是一艘共船 还是一艘商船 如果是一艘商船 为什么能享受 如此高规格的接待 如果是一艘带有 特殊使命的共船 为什么没有留下 任何朝贡文书呢 如果我不能解释这些疑问 就难以写出 让人喜欢的故事 我喜欢船 我喜欢到奇怪怪的地方 所以我想那个 安非特利特那个人 第一次到中国 打开他们的眼睛 都不一样 但是很有意思 第一次 第一次是1994年来广州 我在欧宫地工作 差不多每天一样的工作 所以觉得没有很多意思 所以我决定离开 去中国以后 开始写小说 写了酒本 都是关于中国 我喜欢中国 我喜欢法国 是现代的人 但是我的故事的根 是我们的中法的意思 历史学家奥德莱尔 对18世纪早期法国远东贸易的档案 非常熟悉 他告诉我 要查找安非特利特号的档案 并不容易 他们可能分散在法国 甚至欧洲各地的档案馆 图书馆里 你会发生了一些证据的证据 中国的船上 我会先展示你一会儿 一会儿的船上 和远方的船上 船上的船上 船上的船上 要开始了 尽上的船上 尽上的船上 是一会儿的船上 然后 完成这船上 船上的船上 船上的船上 要面上船上得了 船上的船上 穿上维右耳吉点 地图的船上 所以这次从船上的船上 提到船上 一会儿的船上 每个艺末上 可政治erv节目 当然 真的要疑、障礙、障礙、障礙了, 有些移動物、障礙的樓 acknowledged是 靈魂, 誰不在意顩、他失説了一年。 《门迷徒旅は,這間駕駛的份》 是筆者的船長, 所议士的船長 的座椅 所以他必須 保持日後日 他的日報 他讀了 所有的事 也像是 環境 所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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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為 王 我 有一個問題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你 船长为什么每天 要向国王汇报航行情况 那个似乎掌握着 某种权力的神秘人物 白晋又是谁 他们为什么要冒险去中国呢 奥德莱尔告诉我 这跟法国著名的太阳王路易十四 有着密切的关系 路易十四 五岁就继承了法国王位 1661年开始亲政时 年仅23岁 他任用科尔贝担任财政部长 推行重商主义政策 发展科学和艺术 通过一系列改革 把日渐强盛的法国 推向了欧洲中心地位 1685年初的一个夜晚 47岁的路易十四 没有一丝睡意 因为连年征战 加上装修凡尔赛工 1683年 科尔贝去世后 留下了巨额的财政池子 内忧外患 让路易十四倍感焦虑 也许 只有通过海外扩张和对外贸易 才能缓解国家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 就在这时 他听说中国放开了海禁 招揽西方科学人才 这无疑是法国在远东 增加影响力的大好时机 谁愿意背井离乡 去一个陌生国度呢 正当路易十四 为派往中国的人选发愁的时候 有一个人来向他毛遂自荐 白晋 出生于法国勒芒的一个富裕家庭 自小就对中国文化有着浓厚兴趣 从15岁起 他就确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像意大利人立马逗那样到中国去 为此 他用了十年的时间 广泛学习了数学 天文 医学 哲学等多种知识 在路易十四眼里 博学多才 有精通 拉丁语 希腊语 等八国语言的白晋 是到中国去的绝佳人选 1685年3月3日 白晋 开始了第一次中国之旅 这支队伍一走就是三年 音访 音访全无 1688年8月 心急不已的路易十四 又派了另一队人 走陆路去中国 并给素未谋 并给素未谋面的中国皇帝 写了一封信 海路遥遥 不仅分隔了你我两国 也充满了意外与危险 为了满足陛下 我们派送同样的科学家 以较短与较安全的路路 以便能率先抵达您的身边 遗憾的是 这支队伍由于受到俄罗斯的阻拦 而折返 路易十四写的信 并未到达康熙手中 海路成为了他唯一的希望 那么白晶 有没有顺利到达中国呢 在法国国家图书馆 东方文献部的莫奈主任 知道我的来意后 为我找出了一本 1697年在巴黎出版的古书 《康熙皇帝》 书的作者正是白晶 他在书中记录了这次去中国的经历 原来 欧亚航线虽已贯通 但法国还没有直航中国的船 他在海上辗转了两年多时间 才在1687年7月 踏上了中国的土地 并在青天间负责人 南怀仁的推荐下 见到了中国皇帝 康熙 康熙16岁开始亲政 先后平定三番 收复台湾 1684年 现到清王朝的政权逐渐稳固 他下令放开 以持续三百多年的海境政策 允许对外贸易 我们有幸见到了一位 与法国之外 从未见过的伟大帝王 他同陛下一样 具有高尚的人格 卓越的才能 更具备帝王才有的 坦荡胸怀 这次见面时 康熙33岁 白晋31岁 康熙对博学 而又勤勉的白晋 青睐有加 请他担任自己的科学老师 黄帝总是非常认真的听讲 并反复练习 亲手绘图 不懂急问 他每天都要花几个小时 和我们在一起 常常是起早贪黑 康熙不但对科学知识 充满兴趣 还特别喜爱各种 西洋科学仪器 唐浪青天间 采用西洋方法 为皇家观像台 设计和制造了 赤道经纬仪 地平经仪 等一大批天文仪器 进行天文观测 他最喜爱观测天体的双筒望远镜 两座挂中水平仪 这些仪器精确度很高 他把它们放在自己的睡房里 以便随时都能进行观测 1692年 一件意外事件的发生 将康熙对西方科学的兴趣 推向了高潮 这年年底 康熙染上了严重的疟疾 命悬一线 就在太医们束手无策之际 白镜献上了西药奎宁 康熙服用后 病情很快就得到了控制 这次经历 让康熙深刻地意识到 西方科学不仅仅是 新奇有趣的洋玩意儿 他心头上有一件大事 还需要借助西方科学来完成 这位皇帝希望能有更多的科学家 带来科学和艺术 他想在皇宫设立一个像法国那样的皇家科学院 中国人深具智慧 如果他们受到现代科学的启发 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 都将走在其他人的前面 1697年3月 法尔赛宫里来了一个风尘仆仆 装扮怪异的法国人 他一身中国长袍装束 提着一箱中国书籍 自称是中国皇帝派来的钦差 这个怪人正是白晋 他途中辗转了四年才回到了巴黎 这次别出心裁的出场 在王宫大臣们中间引起了轰动 凡尔赛宫派往中国的使者 竟反转成为了紫禁城中国皇帝的钦差 白晋带来了康熙赠送给 Louis XIV的礼物 四十九册中文古籍 好军 本来…… Et donc, vous disiez à l'instant, ce livre vient de Canton, c'était une des grosses sources d'approvisionnement en livre ? Voilà, tout à fait. Qui est un ouvrage de pharmacopée très connu en Chine, qui s'appelle Le Bains à un grand mot. Et Bouvet, justement, qui était intéressé dans les sciences naturelles, a commencé pendant sa très longue traversée à traduire certains passages. 然后我们开始为金,金,金,金石 每次的图像是一样的图像 然后在中国的名字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援山 激起了国王和贵族们 强烈的好奇心之后 白晋又献上了两份精心打造的报告 中国现状和康熙皇帝 在报告中 他向国王汇报了自己 在中国的所见所闻 热情洋溢地描绘了中国的风土人情 也高度评价了中国的康熙皇帝 将他比喻成 可以和路易十四媲美的 另一个太阳王 尤其他人的父亲和康熙皇帝 在报告的结尾 白京请求路易十四 向中国派送皇家御船 直接与中国开展贸易 并运送一批新的科学家到中国去 中国皇帝希望每年都看到 法国船舶驶向中国的港口 并赐于法国所希望的经商自由 和优惠待遇 现在我一面热切地期待启航 一面等候着幸福的新通道 这两份报告引起了轰动 很快就在巴黎出版 越来越多法国人都在期待着 国王派船到中国去 此时的法国 虽已跻身为欧洲强国 但在海洋贸易上 却远远落后有荷兰 葡萄牙等海洋强国 从他们手中分一杯羹 与中国贸易增加财政收入 是路易十四的夙愿 可除此之外 还有一个原因也很重要 从十六世纪起 温润如玉的中国瓷器 就被看成白色的金子 在欧洲王室和贵族中流行 向来追求高雅品位的路易十四 不惜重金收藏了不少中国瓷器 CES是传宣节中的导宫 温涉及时的空虎品 CES是一种小小的宣节 身为了多余梦 他的验尔玉的硬碎 在外面的玻璃 被装着的玻璃 被装着的玻璃 它似乎在中国的玻璃 所以在内面的玻璃 也有玻璃的玻璃 如果法国也有船直航中国 就不必再从其他国家 高价购买这些宝贝了 然而 怎么派船是一个难题 路易十四早就听说 中国自开天辟地以来 在帝国里从未接待过 共识以外的外国人 如果派送遇船 就会被康熙认为是 前使朝贡 这让路易十四无法接受 思来想去 他拒绝了派遇船的请求 决定先派一艘商船 探探路 由前财政大臣科尔贝创办起来的 法国东印度公司 拥有对远东贸易的绝对特权 然而此时 公司债务缠身 无力发动新的商业工 不过他们愿意转让贸易垄断特权 以偿还债务 以偿还债务 河通过过来 老买上的唯一 盯紫账 元箇雄 绝对参加热桶 老买上的绝对 主管 听诶 这是非常好 绝对 可以在中国的唯一 那是 我们绝对 市制制定 盯紫账 放很重要的 能够起来 他向前帮助 所有大专家 可侯 参加热档的 先生 的士绝对 所以 卻在这个绝对 只管 靠到 热衷于装备船舶的大玻璃商人如尔丹 正渴望把玻璃卖到中国去 罗伊十四时代 法国的玻璃制造技术世界一流 法尔赛宫内著名的镜厅 就是因为石漆面由四百多块镜片组成的落地镜而得名 罗尔丹欣然接受了彭查特兰的建议 1698年1月 罗尔丹专门成立了一家中国公司 与东印度公司达成了多项协议 新购买的安非特里特号 被授权两次去中国贸易 但这艘船不能在途中的任何 和港口停留经商 船上要有东印度公司经理随行 返航后所有货物 需由东印度公司出面销售 并提取5%的利润 接下来的关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